各位女團人 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這個我們論壇的所有好朋友 很高興今天擔任我們這一場來談這個胡茂協議 尤其是我要從國家戰略的觀點來看 這個兩岸的胡茂協議 那這個胡茂協議到目前沒有過 其實讓很多關心兩岸 關心台灣經濟發展的朋友 都非常的憂心 那因為胡茂沒有過 那後面這個所謂的破貿協議 爭端解決機制 避免雙重課稅 跟加強稅務合作等等 那都覺得說遙遙無期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會延宕我們國際經貿的空間 然後影響到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那本來如果說當年加入WTO 在2002年1月的時候 那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因為WTO是所謂的雙邊協議 多邊協議 那加入之後呢 那等於是一個全面性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2000年之後 西雅圖會議之後 那多邊協議發展都不太順利 再加上杜哈回合的談判呢 那很多農業問題沒辦法解決 所以多邊協議沒辦法的狀況之下 那區域的所謂的RTA 跟兩兩雙方的FTA 那就變得非常重要 雖然我們看到 在去年所謂的巴黎套案 那有三個共識項目 這裡面包括農業跟這個發展的這個部分 可是這只是杜哈回合談判裡面 這個都影響到我們未來要加入TPP 加入RCEP 那我們也看到我們的競爭對手 包括像韓國 包括像這個眾多的開發中國家 他們在簽署這種區域的 還有FTA上面都比我們順利 那尤其是韓國呢 那現在這個中韓的FTA 那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他是整個一次就談完 不像我們還是跟大陸的所謂ECFA 是一個框架在慢慢談 那韓國呢 其實他也很有策略 他在跟中韓的FTA 談到差不多的狀況之下 他馬上就跟美國去那邊去談TPP 那他在原來的RCEP裡面 東協東盟加1加2加3裡面都有他 所以韓國是有策略之下呢 韓國這個在未來的 無論是區域或者他的FTA 包括中韓的FTA 中日韓的FTA他都有 那我們很擔心的 就是如果台灣只有跟大陸 是一個早收清單的狀況之下 那麼這個可能等一下注意 我老師就會講 這個是投下一個原子彈籍的震撼 因為台灣的經貿空間 將大幅的被壓縮 那如果這樣的情形之下 那我們覺得非常的憂心 所以未來無論要加入RCEP或者TPP呢 那都趕快這個福貿協議一定要通過 必須要正視我們在大陸 中國大陸市場所可以扮演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透過福貿協議才可以讓我們站得一席的這個空間 台灣呢沒有辦法走關閉自首的路 台灣一定要走出去 因為這是長久以來我們知道台灣我們是一個潛碟子的經濟 台灣必須這個跟世界市場能夠融合在一起 那跟大陸的這個福貿呢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敲門 那我們也知道因為跟大陸有簽這個ECFA之後 之前讓我們在經貿上面也都起了一個作用 這裡面包括跟紐西蘭的跟這個新加坡的 所以我們如果說這個目前的這個跟大陸的貨貨 福貿呢發展的不好 其實對於很多國家來講 他們都沒有意料到 他們甚至目前我有些朋友外國朋友看到說 其實這個福貿協議對你們來講是有利的 可是你們竟然這樣子把他糟蹋掉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們也擔心說他在外國的一些有心人士 他去見縫插針 甚至開始懷疑所謂的兩岸關係視我起變化 那這樣的話會對於我們未來要跟其他國家簽署FTA 甚至我們自由化的決心都會被質疑 那這樣的話對於我們要加入TPP跟RCEP呢 那就非常的不利 那我覺得我們國家的發展經濟呢 那我剛剛漏掉一段沒有講了 很重要就是要在全球的價值鏈裡面 那如何能夠定位 那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都在尋求 這種所謂的價值鏈的這個定位 那我們如果沒有辦法跟大陸有一個好的經濟整合 來發展我們的機會 沒有辦法去融入區域的經貿組織 那麼我們在全球的價值鏈裡面 那將會被這個排斥掉 我們都知道代工其實走到今天已經是非常的辛苦 我們都知道這個代工的毛利現在是所謂的毛三倒四 甚至很多都是有一個percent兩個percent 未來一定要走服務業 那走服務業台灣的市場的2300萬又不夠大 所以我們必須這個要有更大的一個市場 那華人的市場裡面那當然就是一個我們最有比較利益的 因為大家的文化相同 大家的語言甚至都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台灣目前的服務業我們看到 現在為什麼大家覺得悶經濟 為什麼薪水沒辦法調整 為什麼年輕人的起薪只有22K 其實這個背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是走代工的路 那那個部分已經走到了一定的瓶頸 我們必須要尋找下一步的空間 那下一步的空間服務業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服務業佔GDP的產值大概百分之六十八 可是服務業所提供的人口呢 就業人口現在只有大概百分之六十 那全世界先進國家像美國英國服務業都佔到百分之七十 他的這個就業人口也也佔到他們整個的百分之七十 所以我們的服務業附加價值太低 我們應該要大力的發展服務業 那中國大陸市場其實是我們一個很好的這個機會 我這邊特別列出來 就是說我看到這個 在大陸像騰訊阿里巴巴 那他們現在都已經是發展成非常大的市場 那台灣呢 我們過去發展很好的像寬屬騰PC後 那一直沒有辦法走出去 所以這個都把我們的機會給卡死了 那目前在這個兩岸的服務協議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對台灣的金融物流保險 那這個電子商務運輸 甚至環保呢這些都是社會的產業 那大陸在十二五之下呢 他的服務業也會提高所謂的四個百分點 帶來兩兆的人民幣的這個產值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我們有比較利益的 我們有優勢的 所以這個跟大陸的服務業呢 那這個一定要趕快讓我們有這個機會的話 服貿協議是不可獲全的 那我們也看到反對人士對於服貿協議 他所反對的理由 那有很多其實都是四字而非的 譬如說把反對服貿跟黑心食品 跟大陸的對於智慧產權沒有好的保護 甚至罔顧功能權益呢 那都跟服貿扯在一起 其實服貿最重要的是市場是到我們過去 那對於剛剛所講的那三大理由呢 那根本都跟服貿是不相關的 甚至很多人認為服貿之後 那大陸來台灣隨便開店 譬如說他們的美容業來台灣 那於是就會這個洗頭兼洗腦 那讓很多人產生害怕 可是我們看到其實這個都是這個錯誤的論述 因為我們並沒有開放藍領能夠進來 他如果要進來做美容業 其實這個他一來他必須要在大陸 是本身就是做美容業 二來呢 他來台灣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甚至他來是白領 他不能夠親自下去洗頭 所以他還是要雇用我們這邊的勞工 那我們這邊勞工的就業機會 並沒有這樣子被剝奪掉 那這個他來台灣如果他不做 他原來投資的項目 我們可以請他回去 所以目前其實反對服貿他們所擔心的理由 往往都是無限上綱到國安層級 那國安層級我們要用國安層級的方式來對我講 等一下陳德森老師對這方面的論述也會很夠 所以這個我覺得因為目前反對人士提供一大堆的 無謂的反對理由 然後很多人也因為過去長久以來對於大陸這幾年的崛起 那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然後害怕 那在害怕之中把我們的機會都給喪失掉 尤其喪失最多的是我們年輕人的機會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服貿沒有辦法通過呢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的痛心 那我們希望在下一個會期無論如何一定要趕快通過 我們希望綠營這邊公聽會趕快辦完趕快結束 然後我們也希望未來立法院對於服貿的審查能夠加速 那服貿不可能重談 重談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經貿談判都可能信用破產 所以這個服貿呢 那立法院這邊一定要這個想辦法讓他趕快利用包裹表決的方式通過 那另外當然很多人會擔心對於我們的弱勢產業怎麼辦 那這邊我也呼籲政府要趕快對於弱勢產業 那我們提供的產業發展基金我們有九百多億 那要趕快來幫助這些弱勢產業 那幫助我們的產業能夠升級轉型 在未來的這個世界經貿的競爭裡面 那能夠趕快有所突破 那能夠讓我們能夠沾上一行之地 所以總之我是覺得說我們以服貿來講 過去並沒有談很多的國家的策略 可是我們如果站在制高點的話 那服貿對我們國家來講是太重要了 對我們的就業 對我們的未來的發展 對於我們的年輕人 那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這個大家有這些正確的認知 然後一起來推動服貿 那我的簡單引言就報告到這裡 謝謝